不同种类的菊科植物有着不同的药用价值 这是其中的一种 将摘下的花朵充分烘干 细细研磨 经过在热水中提取 离心 过滤 就得到了某种药用原料 但是请注意 这可不是用来给人服用的哦 你能猜到这是做什么用的吗 会不会是菊花味的花露水 拿到皮肤上就作为润肤的作用 用面膜 因为我用菊花水会敷眼睛 可以缓解一些眼干眼色的问题 这种菊花香味 会不会是一种吸引进的一种香水品种 这是给植物的中草药 有机种植严格限制使用农药 以除虫菊提取液为代表的植物源农药 能有效防治农作物和果树的病虫害 同时植物源农药既不会破坏土壤里的微生物群落 又能降解快速 确保了农场有机体不存在任何污染 我学到一个特别有逼格的词汇 植物源农药 我只听到过给人服用中药 还没听到过给植物服用中药的 果然这个公司不按套路出来 孩子的妈妈来说 尤其是蔬菜水果这一类 其实挺关注有机这一块的 如果我知道蔬菜是用这种方式来杀虫乱 那我肯定会去买 我的认知里边就是只要让我觉得放心 那我就愿意为这个放心去买单 这是你和我赢你以为这个词汇 我是一个人给大家打开 我赢你以为这个词汇 我赢你 优势利剣 好